讓你的廁所預測一瓶半 看起來像三瓶 我一個四方形的空間 然後我在進去的兩側是淺的 最端頸的地方是深色 你會覺得這個空間狹長了 狹長是不是感覺就大尖 沒錯 對 我們用這樣子的一個色彩 跟那個瓷磚的比例 去營造它整個空間感 馬桶位置 馬桶一移位置 不管一個10公分 20公分 它都要墊高超過18公分 如果家裡有老人家 我們就建議馬桶 在重新中修的時候 儘量在原位 就算不管說你有沒有對外床 冷暖風機我覺得一定要裝 然後最關鍵的 就是除了安裝完之後 就是有沒有有效的排風 對 溫度的變化不會這麼大 然後沖完澡出來的時候 接觸到冷空氣的時間會比較少 對 這樣的話 對老人家或小朋友的心血管 會比較好一些些 裝修小五郎 健康最在行 這個大家都有默契 代表都有看五哥的這個影片 很高興這一集 我們邀請到兩位 都超過10年以上的設計師 我們這一集談到浴室大改造 浴室這個東西 坪數小的案子 坪數大概了不起1坪 比較大的房子 了不起也2坪 很少有超過5坪的浴室吧 嗯 很少 可是我想要問一件事情 為什麼浴室的改造 光浴室1坪可能就要20萬 我待會請兩位專家來跟我講一下 浴室貴 貴在哪裡 還有第二個部分 就是浴室大改造 如果以老屋翻新 或者新房子做浴室的話 到底有哪些東西是非做不可 不做可能未來後悔 要再改裝又要再加裝 那個可能花的錢更多 來邀請兩位來賓 簡單自我介紹 來 大家好 我是Jolie Jolie 球莉 球莉 非常高興你來參與 你是第一次來參加我們的 談話性節目 對 從你的表情看得出來 你一點都不緊張 嗯 因為你之前有 五哥有去做過一個開箱 高雄的豪宅開箱 那時候你就已經有曝光了 是的 對不對 我們看看南部跟北部的價錢 會不會有差別 好的好的 好不好 OK 來 另外一個來賓 我是代表北部的Edward Edward Edward我想也上過頻道好幾次了 這一次就我們針對專業 因為兩位加起來竟然有20多年的經驗 首先Edward有給我一個題目 浴室大改造 如何搭乘必要做的東西 你說第一個叫做暖風機 四合一暖風機 暖風機四合一 四合一是哪四個 涼風換氣 暖風乾燥 那裝這個暖風機的話 基本上其實就是為了怕 浴室潮濕 還有就是我們冬天的時候 我們開著的話是會比較舒服 對 那這個暖風機 價格上一台大概多少錢 如果現在網路上 年輕人CP值比較高的 台插電 那個大概在八九千塊就有了 好 在四合一暖風機裡面 台插電人家會誤會 人家以為是700塊的台插電 那個可能就很貴了 人家說插達電 插達電 對 插達電 另外其他的 像其他的廠牌 比較大廠牌 大概也都在30萬塊左右 30萬塊左右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你認為是最重要必備的 你不裝一定會後悔 會後悔 因為在有老人家 或者是小朋友的狀況 他們進去浴室洗澡之前 我就建議是先把暖房打開 在洗澡之前 大概半小時到15分鐘 這個時間先打開 像冬天 老人家脫完衣服進去的時候 它不會讓你的浴室發霉 就算不管說你有沒有對外床 暖風機我覺得一定要裝 然後最關鍵的就是除了安裝完之後 就是有沒有有效的排風 有效的排風 一定要有有效排風 它一定要往頂樓跑 或者是往戶外跑 它不要只是在天花板裡面 在裡面自己內循環 否則它的效果會比較差一點點 可能我們的浴室裡面 相對會乾燥 會溫暖 可是你的天花板就會容易發霉 你這樣一講 我真的看過很多案子 天花板就會有 真的 三五年後就會有 沒有管線的也有 對 所以其實浴室 即便有暖風機 其實還是要有有效的通風 對對對 有效通風很重要 意思就是說 我們洗完澡之後 窗戶或許可以開一點 然後同時把 剛剛我們講的暖風機 因為它有抽風效果 它是暖風機上面的管路 一定要拉去戶外 上面管路拉到戶外 拉到戶外之後 它抽出來的風 才會排到戶外去 那才會有新鮮的空氣 進來浴室 這個是事實上 跟正負壓好像有關係 對 其實在我們會建議 如果我們用暖風機 抽風的時候 不要把窗戶打開跟門打開 兩個開一個就好 開一個就好 對 如果我們沒有對外窗 那我們就開廁所的門 如果有對外窗的話 我們可以用對外窗打開 廁所的門關起來 讓外面的新鮮空氣抽進來 然後它就會進 對 一個抽就會一個 正負壓的原理 正負壓原理 OK 而且Jory有特別提到 一件事情是我 這一兩年開箱 我看到新玩意兒 加熱的毛巾桿 那個加熱毛巾桿 好像是日本進口的 對 日本的 嗯 它有像單支的 然後有一整排的 我看到是一排的 對 然後像有時候我們那個浴巾 其實毛巾還算好乾啦 浴巾常常就是會 你就披掛 不知道披掛在哪裡 那可能大家都會拿去陽台賽 其實這樣走來走去 蠻不方便的 沒錯 而且那個加熱毛巾桿 老實講 你可以用來做什麼 我想到因為那個加熱毛巾桿 我有去摸過 其實它不會燙手 對 是很熱不會燙手 像剛剛Edward我提到 洗澡出來會冷嘛 對 如果你的要穿的那個 衣服嗎 衣服 如果先稍微掛一下 欸那很舒服的 而且它因為它熱度剛剛好 而且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們可能沒有想到 這個加熱毛巾桿 我知道好像是 將近1萬塊上下 還是超過1萬塊 比較便宜的廠牌 有1萬塊之內的 我忘記了 沒關係 這到時候我再查 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 你剛剛講的 擦身體那大毛巾 對 常常擦著幾天 如果說我們 大毛巾我們不會每天洗 可能擦了幾天 有時候那個 因為室內如果過於潮濕 那個毛巾會有一種味道 那種草扑鼻 真的會有 真的會有 所以如果說 有這個加熱的毛巾桿 它可以很快速 讓我們這個大浴巾 很快的就揮發掉 濕氣很快揮發掉 就不會有那個味道 也不會有黴菌產生 不會有黴菌產生 接下來我想要追著問 那絕對提第二個 就是在浴室的部分 要設計一定要做到好整理 好整理 不管是浴室 浴室大或小 其實當然如果特別大的 我們就是今天不討論 對 像是說我覺得好整理 就是我的東西品品罐罐 我要必須要有地方收納 然後但是它 因為裡面就是潮濕型的 所以它就是又要讓我說 要清潔保養的時候很簡單 所以我覺得像現在 如果空間許可可以做壁龕 壁龕就是我們那個牆 磁磚牆凹進去一個底 對 很像就是一面牆凹進去 漂亮 飯店 飯店 對很飯店的感覺 但是很關鍵的一件事情就是 那個底 我們可以用像是不鏽鋼板 或者是說用磁磚 大力士都好 可是最關鍵的就是你要做斜的 你說有一點斜斜的這樣子 對那個平台有一點斜斜的 如果沒有會發生什麼事 就積水 比較容易長青苔 蛤巴美這樣子 其實也會有點苦惱 還有就是說現在大家不是 那個五金配件 很喜歡挑有顏色的 玫瑰金那些 玫瑰金 霧黑色 那就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水垢 水垢很嚴重 因為它會變得白白的 你就會相對感覺它 好像特別容易髒 很難保養 每天一直擦 我本來想要犯電風 結果現在變成庸人的感覺 我家裡就有這個問題 對對對 那庸人當了幾年 那是不是五金很爛 不是喔 不是五金很爛 那水垢怎麼處理 水垢的話我覺得就是很 現在大家會有這個觀念 就是裝那個全污軟水 你讓那個水質 變得有點像日本這樣子 比較軟 它裡面的鈣離子 鎂離子相對比較少一點 就是殘留在我們的 這些五金配件 然後甚至於地板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水垢 這麼明顯 你講的那個水垢 像我比如說我們洗手槽 或者我洗澡的地方 會有白白的那個水垢 那個事實上就是 類似你講的鈣離子 對對對 那個清不太掉 很難清 真的很難清 有沒有什麼方法清 什麼方法清喔 就是我覺得可以用鍍膜 如果說我們有多一點的預算 鍍膜 像汽車鍍膜這樣有沒有 我們可以鍍膜在室內的 那個什麼 我們的五金上面嗎 五金啊 檯面啦 檯面 對 或者是說像廚房的檯面 立面 烤漆玻璃那一面有沒有 或者是像髮廊面 因為是不是有時候 常常有些油污 或者是說髒污 那你沾附上去的時候 就是常常都要用一些 像科技海綿清潔劑 然後一直不斷的去擦拭 那這個是比較認真的人啊 那如果不認真的 當你發現它髒的時候 你想要去清潔 其實你會發現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對 那如果我們預算許可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用鍍膜 那鍍膜就是讓那些髒污 比較不容易去沾附 然後我們只要水沖過 那相對的它的一個那個 算是髒污的那個附著力 它會變得很低 鍍膜 鍍膜事實上它是沒有顏色 完全沒有顏色 而且它對於這些五金不會有傷害 不會 不會有任何傷害 那我就直接講 我這鍍膜其實前兩年我就有聽過 我不知道我們北部流不流行 現在南部也很流行在做鍍膜 有也是有 我想問一下鍍膜的費用 大概怎麼計算 如果以現在小家庭兩房 兩房的室內大概17、8坪 我們所有的五金都要鍍 它鍍是建議在浴室鍍就好 還是說所有五金都鍍 它可以就是說 預測 對 預測跟廚房 大概就是這兩個會 然後還有像是沙發 布沙發 比較容易污染的 布沙發 布的沙發 它不會吃進去 對 它不會咬水 不會吃進去 不太會卡髒屋 預測跟廚房 如果我要做鍍膜 我們要做鍍膜大概多少錢 差不多啦 差不多大概在一萬五到兩萬 其實還好 嗯 還好 是真的還好 但是它其實就是 它要多一個手續 就是說它會給你保養液 那我們大概就是每個星期 我們就是 就是定期幫它噴一下 保養一下 有點像我們汽車鍍膜 不是自己要上一點 偶爾要再加強保養一下嗎 一樣的概念 那如果你保養得不錯 加上剛剛講的那個 冷暖風機 其實這樣子的維持兩三年 甚至於更久 一次一萬五左右 可以維持兩三年 對 Edwin你有遇過嗎 在北部這邊 有人在用鍍膜嗎 有啊 在我們的暗場裡面 其實滿多暗場用這個鍍膜 你也在用 對 偷偷的用不跟人家講 對 但是我們用的大概就是 會用的大概就是廁所跟廚房 會有髒污的地方 但是不只會在五巾上 檯面 你說廚房的這個檯面 其實它是最污染 廁所的檯面 就像我的水 就像剛剛講的水 不要輕易的黏附在我的產品上面 不管是櫃子的立面 還是平面上 它不容易吃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像剛剛提到的 它最重要的就是 做完鍍膜之後 它會憑保養液 那個要定時上 定時指的是 就是大概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如果 打蠟的概念 記得的話 如果當然你就不記得一個月 當然你越勤奮 你越固定時間 只要一個禮拜弄 就像剛剛講的 OK半年一年 甚至一年多 其實是做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都不管它 鍍完之後就沒事了 它大概只能在三個月到六個月 所以沒有再繼續做 後續版本就變成鍍化了 可能要請它再來鍍一次這樣子 沒有想到 其實我這個鍍膜 我之前在大概兩三年前 聽一個攝影師講 他一直很積極在推這件事情 也沒想到現在用的這麼普遍 所以線上朋友 你們如果說 我這樣子講聽看看 因為我家沒有用鍍膜 廚房都還保持的OK 的前提是因為我家用 那個曬粒石 比較密度高 我也不怕有髒什麼吸附 因為它毛細孔就太密了 也不太會有吸的問題 但是價錢不便宜 是一般的什麼鍍芳食 一倍的價格 那如果我今天不要用這種曬粒石 用一般的可能人造石 我可以採用 因為你說花一萬五到兩萬 是浴室加上廚房 對 整個鍍膜 可以保持兩年到三年 事實上還蠻划算的 對 而且 剛剛講的曬粒石 只有在你的曬粒石的表面 是好清理的 我櫃子的粒面 廚具的粒面 剛剛廁所的櫃子 下櫃的粒面 還有五金龍頭這些的這樣 那些東西 對 就是剛剛你那個價錢 它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你這樣講 對 所以後來我怎麼處理你知道嗎 就不要做 不是我找外傭做 對對對 我找幫傭做 也是可以 其實我老實講 你這樣講到一件事 我有點來不及了 我的那個浴室 因為也用了九年多 快十年 那個五金針的 那個白鈣化的那個很嚴重 我其實我有試著用刷子刷過 我是刷不掉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其實 會有一些藥劑可以去做處理 藥劑 對 但是相對來說 建議由專業的廠商來弄 因為我怕我們自己去買 消費者自己去買的時候 很容易就買那個吸鹽酸 無鹽的鹽酸 電鍍就受傷了 對 洗馬桶 洗它的那個龍頭 不管是臉盆龍頭 預測龍頭 一洗下去 電鍍的漆膜被破壞掉之後 那個就救不回來了 救不回來 結果反而就要重新換新的 整個龍頭要換新的 所以我們很痛苦 廠商很開心 一天膽在換 所以其實這個鍍膜 一萬五到兩萬 廚房跟浴室 我倒覺得說這個費用可以列入 大家可以考量看看 OK 好 接下來我們的Edward提到 浴室的部分 有一個非要做的部分 就是瓷磚的色系 這個我們瓷磚一定會做 但是瓷磚色系 為什麼是一定要 要注意 因為做了就不能改 對對對 就好多年了 對對對 那個大小 顏色 風格 那個一貼完之後 就沒有辦法 輕易被改變的 就像我剛剛講 龍頭受損了 受傷了 或者甚至它沒有受傷 我看到更漂亮的 它是可以很輕易被更換的 可是如果瓷磚要更換 就是整間都要打掉 對 所以我們會建議 如果沒有 很大的坪數的廁所狀態下 我們建議用淺色系一點的瓷磚 淺色系的時候容易髒 不會 不會 我們很多客人 我們的客人 喜歡拿飯店的 或者是其他設計師 做很漂亮的 黑色的瓷� 拿給我們看 很有質感 很有質感 對 我真的想講 對 我常常都跟我的客人說 我交給你的時候 也是這麼漂亮 我拍照的完工照的時候 也是這麼漂亮 但是它能維持多久 這就要看 業主自己本身的勤勞程度 我問一件事 黑色瓷磚會發亮的那種 有點像鋼琴 尤其剛做完 跟你說淺色瓷磚 哪一個比較容易髒 髒的程度是 黑色的比較容易看到水痕 就像我們買黑色的轎車 人家以為是比較 其實黑色的車是最難保養的 對 白色的車還蠻保養的 白色是 都髒髒看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很多客人是 我在詢問他的需求的時候 他想要黑色的瓷磚 我會問他說他的生活習慣 我們有遇過客人 他每次洗完澡之後 會拿他的 擦澡的大毛巾 全試瓷磚全部擦乾 之後那個大毛巾拿去洗 每天 我想先問一件事情 他洗完澡 是先把大毛巾擦完之後 再擦身體 還是先擦身體 擦完身體 是這樣 我沒有問那麼起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就跟他說 你想用什麼樣的顏色磚磚 都可以 因為他每天都會 對會保養 很多客人是 沒有啊 我去飯店 他們用的是深色的 我覺得很漂亮 那我就跟他說 他每天都退房的時候 就有個清潔阿姨 去擦乾這件事情 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五哥要當庸人瘋的話 他可能就會變成 每天都要擦 了解 其實你這樣一講 我覺得 黑色的那很漂亮的那種磁磚 真的做起來 真的拍照起來很漂亮 但是 黑色的水質痕是非常清楚的 你是跟我一樣 不勤勞的人 我建議黑色 你一定要考量 這個也是新的知識 長知識 這一陣子 因為我 其實攝影師上來之後 很多人在找攝影師 我弄了好幾百個 我推薦了幾百個案子 給攝影師 其中有幾個人問我一件事 這個不止一位 可能有到三位在問我 他說 因為預算有限 我想 我的廁所 可不可以用水泥抹瓶 抹完之後 有點像工業風 然後 又不用 不用磁磚嘛 然後第二個是髒也看不出來 因為水泥抹的話 比較粗獷 水泥抹完之後 如果不處理 是不是反而 它會容易吸東西 是不是還要表面還要處理 第一件事情 它是表面 不能像我們一般想像的 水泥抹完之後 它表面要做過 透明的漆面處理 要嘛對不對 對 不然那個毛細孔就會吸髒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乾的時候 那個水泥看起來是灰灰的 是全部一樣的顏色 但是它碰到水的時候 因為台灣多地震 而且水泥本身自己有乾縮 那個裂紋會很明顯 一定裂 你有看過我家是不是 不然你為什麼講得出來 我們辦公室也是其實 我是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優點 但是也有相對的 可能用一段時間會產生的問題 不過我自己家裡 說實在 因為我做工業風 我的廁所的確是用水泥 然後去做抹 自然的抹它自然的刮痕 蠻漂亮的 有自然的裂痕 也還不錯 重點是還有自然的水製痕 那也都能夠接受 因為我都該發生都發生了 不過現場朋友 你們自己去考量看看 如果你想用水泥 去做你的廁所 我覺得廁所的牆面 浴室的牆面的話 我覺得你表面 一定要再做一個透明的處理 講到這個透明處理 可以用鍍膜嗎牆壁 它自己本身在工序上 就一定要上保護器 那後續再鍍膜 就是它本來就要做一層保護器 把毛細孔蓋住 然後至於要不要再做鍍膜 就看個人 就花錢 對 就花錢 給一些新的idea 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鍍膜也是已經出來 應該市場不到5年吧 超過了 我們最近用比較多 這大概在三四年前開始 哇 菇肉寡文 那接下來Jory提到一個浴室 如果要做的話 一定要有 其實跟Edward有點像 但是這提到一個 就是要有飯店感 包含你看有提到花磚 磚的問題 剛才Edward我講的 然後還有燈光 大阪 還有銅色五金的配件 飯店感的意思 就是現在很多人喜歡 有時候去住飯店 住完飯店之後 看到那個浴室 廁所 哇 覺得好棒 好漂亮 要做成那樣子 所以要做成那樣子的話 飯店感燈光跟大阪花磚 要怎麼去搭配 像Edward我剛剛提到說 磁磚的選配很重要 它寧可選淺色的 不要選深色 深色很多飯店在用 那你認為花磚或者是大阪 很適合做家裡的浴室改造 做成像飯店一樣 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我覺得飯店感的一個廁所 它其實最關鍵的幾個主軸 就是說我的燈光是希望 整體是柔和的 有氛圍的 但是我在化妝梳妝的時候 我這邊的照明是清楚的 我的燈光要區分開來 我的氛圍感跟我的照明 是分開來的 那為什麼說大阪或花磚 應該是像飯店會覺得它有質感 一定是它有某一面牆 或是某些地方吸引力 那我們可能用花磚 然後去做一些局部的跳色 或是端頸牆的一個概念 然後去吸機 那旁邊全部都用素色的 那大阪磚它的優點就是說 我們的接縫會相對很少 越少的分割 你會覺得越素芽 哦 了解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大阪磚 它因為現在其實又流行回來 就是很素芽很素芽的廁所浴室 大家都會希望說 我看能不能裡面進去 甚至於國外 現在義大利全部都出素色磚 這連紋路都沒有 你的素色磚指的是單一色系 不是指白色的意思 素色有可能它有點 對單一色系的 像是說可能我是有一點那種灰粉色 或者是真的是純白色 它光是純白色 這樣的色系 它就出了六七半 就是一個蠻有趣的現象 我們的所謂的接縫 越少的狀態下 其實你會感覺說你的空間更放大 然後像剛剛我們有去提到說 我們是希望說比較淺色系 我覺得那是因為可以讓我們的空間 整個放大來 但是如果說我們去抓色彩比例 打個比方 我一個四方形的空間 然後我在進去的兩側是淺的 最端頸的地方是深色 你會覺得這個空間狹長 狹長是不是感覺就大尖 沒錯 對我們用這樣子的一個色彩 跟那個磁磚的比例 去營造它整個空間感 其實這個是用顏色色彩跟燈光 去騙人 去騙人 我還在講說要美化它 對欺騙我們的視覺感 OK 這個其實是每個設計師的手法 設計手法 良善的欺騙 讓你的廁所預測一瓶半 看起來像三瓶 OK 本來想要修飾的都不修飾 那就要直接講OK 好接下來Edward又有提到說 一定要做的 臉盆的形式要特別挑 這個部分很重要 如果是在比較大的 瓶數的廁所的狀況下 我有比較大的洗手台 我可以裝兩個台面盆 或叫上坎盆的盆 臉盆的盆面 比我的台面還要再高 所以我的臉盆會有一些造型 不管是弧形的或淡形的 或者是圓形的 它的整體的臉盆的造型 才會比較清楚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是說 它水沒有辦法 直接撥到我的水盆裡面去 我的臉盆在我的台面的上面 所以通常我建議到 如果你需要一個長型的台面 然後看到兩個雙組位的臉盆 是造型漂亮的 那我建議旁邊擺一條毛巾 洗手的時候水潑出來的時候 所以順手把它擦起來 這樣子就會比較好看 因為那臉盆是完全獨立的臉盆 你會建議做這樣 還是做嵌入式的 如果在一般的住家 大概在30坪以下住家 兩個廁所的狀態下 就是臉盆 馬桶 乾屍分離 這樣的狀態下 那個臉盆長度大部分 超過100公分以上的話 我建議用下嵌的 那各位先生朋友 知道我們Edward我剛剛提的就是 你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就是我們桌面已經完成了 我的臉盆在下面 放上去 對放上去的概念 這種的你是建議還不建議 其實如果在比較大的坪數的廁所 比較長的洗手台的時候 可以撞到雙臉盆的時候 其實臉盆造型是好看的 對於剛剛講的 泛面風就可以打得到 但是如果我們家的狀況比較小 我的臉盆可能 我的檯面 我的浴室的檯面 可能就只有80公分 檯面80公分 然後我的臉盆可能就60公分了 我旁邊是10公分 然後我要擦 相對擦拭的時候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擦不太到 那就會剛剛講的 發明的狀況產生 有的沒有的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潛入式的 臉盆的造型就比較看不到 就看不見啦 就是大家的檯面全部都一樣 我自己個人 我覺得感覺定地 一個檯面乾乾淨平整 然後多了一個這個 除非說這個臉盆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們去餐廳啊 去飯店啊 他就看到一個 對應都是上坎的 或是獨立的臉盆這樣子 還有一個 你剛剛講的臉盆的深度 深度或造型會不會影響 因為我最怕的一件事 就是洗手槽 水龍頭打開 還沒有洗手 他下去水就會見到外面 那個是最慘的 有沒有深度要求 還是說我們在選擇造型的時候 怎麼樣去選 可以避開這個問題 剛剛提到的臉盆形式 其實我們會建議客人 先住一個點 現在臉盆大概分成兩個款式 不管他是 檯面盆或者下纖盆 他會有兩個主要的方向 要先確定 第一個是 我們家會不會在臉盆裡面洗東西 女性朋友會在臉盆裡面洗KCEN衣物 然後或者是有洗襪子之類的東西 那個臉盆就必須要儲水功能 儲水功能 讓水沿起來儲存水 OK 那個就要有易流口 然後有些造型比較漂亮的臉盆 沒有易流口 他就讓你一直流 他會不會讓你水滿起來 這件事情要先決定 就是說我們家沒有要儲水功能 那我們再來挑往沒有儲水功能的地方 去挑 了解 有時候挑很漂亮的臉盆 很漂亮深度也夠 但是他就沒有儲水 不適用 對 當然以一般的比例來說 越深的臉盆 它的儲水功能是比較多的 然後它水的CC數 工身數也會比較多 那到時候我們要洗一些內衣褲 貼身衣物 或者襪子那些東西的時候 它會比較多的容量這樣子 對 那有些剛剛提到的 有比較淺的臉盆 那就是造型比較漂亮 那就是屬於美觀性 觀賞性的 其實Edward我提到的就是 選臉盆 其實不是美觀而已 還要依照你的生活方式 對 你的需求 然後你去選擇 那個需求 所需求的東西 再去找臉盆 對 不然選這個漂亮的都不能夠用 對啊 就像陶老婆一樣 不是 沒有 我剛剛一開始就有提到 為什麼小小的一個浴室 一瓶多 甚至不到兩瓶的空間 隨便都要超過20萬 對不對 可是浴室 你們在報價 一個浴室重新改建 少20幾 多的話30幾都有 人家一瓶5萬 8萬 10萬可以做 為什麼一間浴室 重新改造 隨便報價25 35 到底是貴在哪裡 我覺得這件事情要先 一個一個去分析 因為現在就是開始合法清運這件事情 記不記得在很久之前 我們清運可能是用一車一車 然後一車就是隨便算 什麼三千 四千 三千四千 你的年紀三千四千 幾千幾千這樣 然後現在 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廁所在拆除的時候 因為廢棄物它有分很多種 有那種就是專門單純 我們算是殺死混泥土的這種 那也有就是這種綜合型的 因為下來的法規 所以其實我們天花板會是開始變成 是像西酸蓋板 這種不可燃的 是 然後還有就是說 像那一些馬桶 這個叫事業廢棄物 然後有西酸蓋板的這種 變成是綜合廢棄物 它整個單價變得很高很高 它會因為廢棄物的品項不一樣 所以價格不一樣 對 對 那如果說 我的打廚的師傅 反正我就是一整車出去啦 這樣子一車可能三棟半 三棟半的 它就是一萬五上下 好像南部北部價錢都差不多 真的好 一萬五上下 一萬五上下嘛 那如果說 我師傅比較勤勞的 我現場去做分工分料的動作 可能我投賽就是一堆嘛 然後我的鐵劍啊 然後甚至於說我的新鑽蓋板 我就把它分類 那你的工資是不是就是長高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可以先補充一下嗎 你講那個三棟半的車 垃圾車回收一萬五左右 對 跟以前比起來 可能貴差不多快一倍 那當然是跟可能五年前 六年貴快一倍 可是其實不只貴一倍你知道嗎 我曾經遇過 所以是跟我講說 當然不只貴一倍啊 七千五變一萬五 價錢是貴一倍 那你知不知道 以前早期法規不嚴格的時候 三棟半的車 你知道可以載多高嗎 它三棟半可以載到四噸多 這就是超過 現在不能 好像不能超過 對 超過現在都要罰錢 所以其實一來一回 不是只有差一倍 對 差蠻多的 因為像我們以前剛出 剛做這一行的時候 三四千的嗎 對有三四千塊的 那你買很固 然後 因為它那時候 可能就沒有三棟半 比較小台一點點 那現在基本上來講 它可能就是 以前還有半台半台算 現在基本上 現在都沒有了 就是 除非你真的低於半台很多 它可能算你半台 不然 超過半台要都算一台 對 所以其實什麼東西都在漲 然後還有就是像說 現在不是都大樓 大樓的話 以前那種砂石混泥土 就是我可以用那種 古蓮車 這樣推推推要跑來跑去 現在都不行 你一定要裝袋 一袋一袋一袋 有人要負責在樓上裝 有人在負責運送 然後那麼一小袋 然後我就是要跑很多趟 非常多趟 你的意思 現在裝修拆除的廢棄物 以前是古蓮車 我就一路這樣跑出去 像我泥座我要進場 我其實那個也都是古蓮車 以前嘛 就這樣推進來 現在都不行了 一定要裝袋 裝袋在裡面 出去也是裝袋出去 那是不是我的那個人事成本 會變得非常高 因為我的小公要請很多人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說 空間來講也不是那麼大 因為現在大家的那個 戶行越來越迷你了 以前是那種 我要泥座進場 我什麼進場的時候 我全部的東西都叫到現場 放 大家就放著放著 現在沒辦法 現在磁磚進來 有時候可能會被泥座師傅生氣 對 他說哇 你讓我都沒有任何空間 那你是不是就無形中 我又多了好幾次的搬工 沒錯 我搬運工又多了好幾趟了 我原本一次一天 我可以把所有的 混泥土砂石那個磁磚都搬進去 我這次要分成兩趟三趟 你講這個東西 如果屋主曾經裝修過兩三次的 你現在跟他講說 哎呀我五年前不是這樣子 他能不能理解 你現在講的這個事情 你講那貴這麼多 講那都是為了理由 但事實我知道是這樣 事實是這樣 可是他比價比價回來他就相信了 因為就是真的變色一樣這樣 Edward你覺得 為什麼浴室一瓶的價錢 要動輒二三十萬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也遇到很多業主 或者在網路上有人PO說 我的浴室翻新 OK我可能只要八萬塊 十萬塊都有 其實設計師不會比師傅貴多少 這是我必須要先強調的事情 因為設計師跟師傅最大的價差 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二十萬或者是八萬塊 這個廁所改造 第一個包含什麼東西 第一個我們瓷磚的種類 瓷磚的等級就有價差 國產進口 剛剛講的大阪磚 或者是三十乘三十的磚 價差就會很巨大 是 第二件事情是 我臉盆啊 握於設備的等級 台X台 一個馬桶 我們買過一顆馬桶兩千塊 還有馬桶蓋 什麼就是可以用兩千塊 那我們裝過一顆馬桶十幾萬的也有 光那一顆馬桶單項 我就差到十幾萬 像我們一般的住家來說 我們的馬桶大概加免制 大概在五萬塊上下 五萬塊上下 已經算不錯了 對 我的二十萬到底我們還免制 你的八萬到底我們還免制 這也設計過關鍵 免制就要一萬多塊了 光免制這個功能就一萬多嗎 對 不含馬桶嗎 對對對 它是一個蓋子而已 OK OK 然後剛剛講的還有另外的 八萬塊它是給你抽風扇而已 還是剛我們講的適合一暖風機 二十幾萬這個費用是 其實包含 設備 有牌子的馬桶 沒錯吧 不過凱薩也是有牌子 他們走的不一樣 走的不一樣 對 然後像還有 我們的費用可能還含到門 換新的 單屍分離有沒有換新的 那都有關係 八萬塊我預約過一個廠商 他就是 我原本的馬桶拆下來 臉盆拆下來 龍頭都拆下來 我到時候再裝回去 我換你的磁磚 磁磚一樣打掉換新的 貼新的防水一樣重做 門不換 很多東西不換 甚至天花板它也沒有換 就重量一下它只換磁磚的部分 那其實你找設計師 你跟他說我只要做這樣 其實價錢不會差太多 但是以一般的設計師來說 他們比較傾向是整體的風格 剛剛講的 整體的飯店風啊 或者是像什麼樣的風格 配色系我會統一的打造 避免不要想說 找一個設計師做完 怎麼跟我們隔壁 那個八萬塊的配色差不多 不會這樣 設計師還有他的堅持 了解 我說一句實在話 因為我去年的下半年 廁所浴室改造 要我推薦 我說你不要找攝影師 我也很直白跟他講 不划算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做成像飯店風格 這樣子漂亮有Sense 燈光好 上車頭上來舒服 不會有痔瘡 那如果你要有這樣的設計 浴室要飯店設計 我覺得你找設計師OK 設計師會有一定的比例的費用 這個絕對 不可能說我找設計師 設計師不要賺錢 那我有推薦 他說可是我的預算 廁所整個打掉 全部重新翻新 希望在20萬億內 我建議他找一個有經驗的 同胞的公投 然後就浴室整個做 因為他說磁磚那些他都有概念 我覺得他這樣子做 我認為可以省25%左右 老實講 如果浴室我沒有找你做 我找同胞來做 我跳過了設計師 因為我不需要美感 我自己磁磚我覺得都OK 我覺得可以省到25%左右 應該是這麼說 如果以設計公司來講 我真的只有做浴室那一間而已 可以省到25%沒有錯 因為設計師付出的 超過25% 所以設計師不太願意 接單純一個廁所 是因為剛講的20萬 我25%可能5萬塊 但是我可能跟你討論一個月 再做兩個月 我從三個月套在那裡 結果我賺了5萬塊 還被嫌貴 還有最重要一個問題 所有的裝修預測漏水問題 是最麻煩的 保護是最麻煩 賺了5萬塊錢 售後服務有問題 你要處理樓下 所以其實我說 如果你只要裝修浴室 你要找設計師 你要心理準備 人家他們也要花時間 所以這個也讓各位很清楚知道 我也想讓各位了解說 為什麼浴室 因為它密度這麼小 但是它裝修費用這麼高 因為裡面所有 眉眉嘎嘎 馬桶什麼東西 都要錢 而且如果說設計師的規劃 我想 我想應該馬桶一顆 三五萬塊應該跑不掉 對 用到等級是這樣 等級就不會太差 沒有一定要裝 但是有個東西要請 我們的觀眾朋友 大家注意就是 台灣的社會 邁入老齡化的社會 所以現在很多老人家 從公寓搬到大樓 就是為了那個電梯 所以他們是希望在我們家的裡面 不要有太多高低差 所以在廁所裡面 我們就建議盡量不要改動馬桶位置 馬桶位置 不管一個10公分 20公分 它都要墊高超過18公分 我們會建議廁所怎麼改 我覺得都還好 顏色怎麼配暖風氣那邊都還好 但是最開始的定義是 如果家裡有老人家 我們就建議馬桶 再重新裝修的時候 盡量再原位 對 其他的隔間 我要把它變大一點 讓淋浴間變大 洗手台變大 但是建議馬桶在原位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到 我們進到我們的浴室裡面的時候 是平的 不會有高低的問題 這也是安全的問題 很高興今天邀請到兩位專家 特別提到浴室的改造 還有就是浴室為什麼價錢這麼高 那線上的朋友有什麼不了解 想要再了解細節 五個月對這個也蠻了解 因為推薦到現在 已經這麼多人在問我很多問題 我都一一解答了 所以歡迎你把問題留在底下 我會盡快回覆各位 好 我們最後到結尾 裝修小五郎 健康最在行